今年第32届的金山湾区华人运动会 共有113个社团代表超过千名华人参加 开幕当天他们先于库比蒂诺市政府前 举行了升旗典礼并点燃圣火 乔委会副委员长田秋景供逢其盛 并圣赞华运会 是充分展现当地乔舍的团结精神 他也期许乔舍能够传承发扬这项盛事 一大早穿着蓝色运动部的侨胞 聚集在库比蒂诺市政府前 准备参加第32届金山湾区华运会 首次在市府广场举办的升旗典礼 乔委会副委员长田秋景专程赴美 参与一年一度的运动盛会 也带给当地乔舍莫大的鼓舞 这个是华人一大省会 已经第32届 那我是觉得说 整个美国的主流社会 他们看在眼里 也会觉得我们这个 华人的这个团结 非常的团结 而且运动是非常有趣的 这个活动 那大家共享受 那我们所有的乔舍 大家都团结在一起 那一起来 把这个主派这个 一办华人 在嘹亮的升旗歌声中 中华民国国旗 冉冉升旗 驻旧金山办事处长 马忠林 华运会主委 马倩军 护士市长张昭富 市议员黄少雄 湾区桥教中心主任 吴玉华 以及桥务委员 陈松等众多桥领 都为这一刻感到骄傲 我们今年的华运会 那个不但就是在这个 就是参加的这些 这些桥团的这个数目 还有参加的人数方面 都有很大的那个成长 而且在就是那个 竞赛的节目内容方面 也有非常多的创新 更难能可贵的 就是我们今年 就是那个南湾 就是南湾的这些 台义乡的这些社团 也在我们这个 红顺伍博士 还有这个 结果体会 一定这个 会长的这个 召集之下 就是慷慨的这个 赞出还有大力的支持 这显示了我们 整个的这个 桥色 就是大家不分 不分南北 不分新旧桥 不分南绿 大家都团结一丝 展现出我们这个 这个团结的桥心 还有强大的桥力 升旗典礼结束后 健身大鼓队 带来振奋的表演 接着在田丘警部委员长 带领下 圣火队伍集合拍照 准备出发 圣塔克拉拉县警局 特别以警车开道 同时由北加州 台客重机队护送 让150人组成的 圣火队伍 沿着Stevens Creek大道 顺利慢跑至 库比蒂诺高中 当田副委员长搭乘警车 抵达库比蒂诺高中时 全场侨胞 响起热烈的欢呼 大伙以满满的活力和热情 迎接圣火 也充分展现 华运精神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初 美国圣河西 采访报导 大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